嗨,大家好 我现在教大家怎么样用一个50x25厘米的油画框来绘制我们的节气之龙 当然我指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每一部分呢它代表一个节气 所以它在内涵和内容上面是具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和广阔性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节气还是龙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50x25的油画框它也是一个龙的一部分 所以它也需要考虑到我们怎么样纳入到一个整体 所以在我规划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也规划了关于每一段容身 也就是每一个节气它的表现的一个format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制作和设计以及绘制一条完整的龙 那现在我用一支普通的铅笔开始绘制它的操图 首先我们要观察一下 就是要在画面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位置 小三分之一的位置 我们绘制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呢它是一个美术意义上的直线 它并不是一个工程图级别的直线 然后在这个直线的上半部分 我们是绘制龙的龙旗 就是龙的上面就像鱼旗一样 我们是龙嘛 所以我们是龙旗 在下面我们绘制的是龙的铃 我们这个龙铃绘制两排 这样一直绘制到这个位置 然后龙旗一直到这边 它是一三角形的 我们就我们这种抽象的 其实我们之前在这个西州 或者是西汉的青龙器里面 经常见到那个龙纹 它那里面呢就是 用直线抽象化的龙的表达的形式 我们借鉴它的这种文样 我们现在先绘制龙旗 龙旗从这边 斜着过来 然后再从这里斜着上去 再过来 再上去 再过来 再上去 再上去 非常地完美 比如说是这样 当然我们这个线 最终是不出现的画面里的 然后关于龙铃 其实大概它应该画到这个位置 因为接下来就是到肚子 大家观察就是生活里面这个蟒蛇 或者爬行动物啊 或者是蛇类啊 或者是穿山甲啊 它们都有这个特性 它在这个地方就变成肉眼 几乎识别不了的小的铃片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它为光滑的 好 一个碗形的图案 好 这边有点不够 我们可以把这个龙铃画大一点 其实不接上问题也不大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整个还是以 自由的导弹为主 好 这次我用的笔 是一个扁头 但是带点圆 圆度的这样的一个 旧的石材笔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现在我把这支笔 沾足了这个墨 来开始勾画这个线条 拿手压着这个边 然后在勾画这个线条的时候 我们不用特别的谨慎 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 就是把这个国画的这种书法感 或者是当代艺术的这种比较自由的 挥洒的感觉表现出来 练个书法的小朋友 可以在这加一些那种顿笔 或者是什么 这是属于东方艺术的特性 然后这个分界线 你可以是一笔过 也可以用那种接线的形式 接笔的形式 练个白描的应该知道 接笔 好最后可以 蹲一下 形成这种 很有那种墨翼的感觉 然后在勾这个 鳞片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 让画面具有这样的一种特性 而且更更加可以加一些自己的变化 比如说我第一笔是这样 我后面的呢 可以延续这种方法 但是这种会显得有一些矮板 所以我们可以在中间加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这笔可以不到底 它也一样可以显示出这个鳞片的秩序 然后再往下的鳞片呢 因为它是出于下边的 它会比这个弱一些 所以我们用笔的时候可以更快一点 我这画的快 但大家可以在画的时候可以慢一点 每笔把它勾的大致的位置和形状是对的 但有点出入的问题也不是很大 好 那这里线就已经勾完了 大家看到就是用这样的一支笔 我们就这样勾线 依据的是刚才 我们这个画画在一开始用千笔起的形 而且这里边其实还牵扯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形体起来以后 大家可能 其实我要的并不是一个甜色游戏 我更希望就是每一个小艺术家 他们在绘制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 以我这个东西为骨骼 或者是一框架 它就有点像那个 肋膏是吧 肋膏每一块都是固定的 但是它最后形成的东西是每一个创作者 都不一样的东西 上色阶段其实可以用稍微小一点的毛笔 然后同样是 占取这个颜料 因为颜料目前我用的这个是相对透明色的 所以我准备采用这种照染的方式 这样 比如说这个龙 然后我是准备把它做成一个 类似像青龙一样的角色 所以这个颜色整个我是以这个绿色调的为主 它在这个铺设的这个颜色的过程中呢 其实不一定是特别规律的 有些时候有些颜色可以是带点这种融合的 融合的特性 有些颜色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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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构成了它的龙旗 构成了它的龙旗 然后我们这个鳞片的铺设的方法 或者鳞片涂色的方法呢 其实可以创意一点 有些部分呢 它的颜色可以和旁边的颜色有交融的感觉 有些地方是交错在一起 然后再往下呢 它又回到了刚才蓝色的这个区域 绿色的这个区域 对 它就会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彩色的龙的一个组的基调 然后再往下呢 我们就到了龙的肚子的部分 就是龙腹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渐变的方法 大胆一些 把这个渐变的颜色 从上到下把它涂下去 然后因为龙腹的部分呢 如果你也同样处理成青色呢 也不是不行 但是呢 会显得稍微单调一些 实际上我还是希望 让这个龙的柱子有一些 有一些壮色 或者是这个非常漂亮的颜色的这个呈现 所以这里我用了一个非常浓郁的橙色 它和这个上面的绿色形成了这个渐变 然后最后甚至我们可以渐变到红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 笔法可以活一点 这样更能显示这种 中国 尤其是东方传统文化里头 这种泼墨写意的这种感觉 然后上面的龙旗里边 其实也可以点缀一些 有一些地方 让它这个颜色显得更为丰富 甚至可以随意一点 包括这个角 好 好 那到此为止 这个色彩的大的形体 我们就已经铺好了 那之前我们说过 就是我们的每一个龙的身体 或者是每一个节气 其实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作品 对吧 所以这里面我用这个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可以给到大家的 在这个具体的每一节的龙身上面 做一个示范 在这个每一个独立的龙身的 上面的创作呢 其实是完全可以随着小艺术家 自己的想法来进行的 那这里面呢 我就以我们所在的 十二汤 就是夏洛特敦的风景 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比如说我们就画 我们可以画这个夏洛特敦的天际线 我们经常远跳夏洛特敦 它是一个这种天际线 然后中间呢 有很多不同的酒店啊 然后其他的建筑啊 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颜色和底色 相对比较明显的 或者对比比较强烈的颜色 来给他们做一个表现 比如说这里不就用绿色 每一个小的建筑往远远的 还有Straff的桥 然后还有远处的城市 等等等等 这个就大体的表现 但具体呢 我们还可以勾勒一些具体的细节 比如说呢 我们的这个最最著名的这个尖顶的教堂 以及旁边一些大的高的建筑 就是做一个特别概括的表达 那有些小朋友说我喜欢 我喜欢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我喜欢画火柴仁 火柴仁可以啊 我们可以在这画火柴仁是不是 火柴仁是吧 手里边还可以拿一个 拿一把花或者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边就是说我们可以画个笑脸 那这个画面呢 它就形成了非常鲜明和非常有趣的特点 然后最终我们在画完我们的这个作品以后呢 其实是可以在这个角落里面写上自己对分派的这个节气的名字吧 比如说春风夏至或者是什么 那这里面我作为一个示范 那我就写上节气 这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名字 好 节气到C 这是我们项目的网站 好 那这个是作为一个特别简单的 关于我们如何去绘制一个龙 一节龙或者一个节气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示范 那我相信大家可以 举一反三 或者是有更好的想法 因为我看到小艺术家本身原本的作品 都非常精彩 各有各的特色 有的是特别的细致 有一些那是特别的大气 还有一些特别有创意 所以非常期待大家的作品 好 把这个作为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能够知道 节气之龙 我的这一部分 我应该是怎么做的 期待大家的好作品